大家好 今集是第一集心靈加油站的時間 所以都要跟大家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做羅乃圈 是家庭發展基金的其中一個負責人 為什麼要開始這個心靈加油站 我想很簡單 就是覺得香港人的生活很急速 我們總是希望幫我們的朋友加油打氣 每一集我們都嘗試用一些故事 有時會是我 有時會是我的朋友同工和大家分享 今天第一集我就很想問問大家 你會不會覺得上班其實都挺辛苦 什麼叫上班挺辛苦 就是你乘車走路 你發覺香港現在越來越多人 有時走路的時候不小心又會撞到人 就會被人罵 就算我開車 有時車開得慢些 後面的車都會撥離 在一天的開始 遇上這些東西 我叫做不是很信心的東西 會挺激氣的 有時甚至會埋怨說 有沒有搞錯 一天的開始就搞成這樣 有些人甚至覺得 早上起床 忘記帶銀包 又或者忘記帶八達通 就覺得是倒霉 如果我們每一天 用抱怨來開始的話 我覺得那天都過得挺辛苦的 不如說那隻故事給你聽 這隻故事是說一隻女仔 有一天跟主人走走走走 女孩不小心掉到坑裡 坑很深的 是一個裝垃圾的坑 主人看一看 算了,有了,不管了 於是主人離開 女孩每天在一個又臭又深的坑裡 看著垃圾不停掉下來 自然就很懵怯 每天就埋怨 我主人很差,完全不理我 我沒有道義 哎呀,你那些人剩一釘垃圾進來 喂,你們來救我,我很苦 我很辛苦 有沒有用呢?沒有用 垃圾照樣扔下去 她照樣在埋怨 照樣是臭氣昏天 但有一天,這女孩 開始轉臉 我叫做老根識得急轉彎 她想想 每天那些人把垃圾放進來 我不如把它變成我的電腳石 於是每天一些垃圾 每天加些,每天加些,每天加些 結果有一天 女孩真的可以 爬出來離開那個坑和陷阱 她就很開心 我們每天的遭遇 會不會都是這樣呢? 有些人放下冷戰 有些人給下批評 有些人真的不like我們 那怎麼辦呢? 我們不要只在這裏埋怨 這些事可能令我們能夠化悲憤為力量 可以變成我們的電腳石 一步一步一步走出去 只要我們不要自憐 懂得感恩,懂得數算 又或者好像聖經有句話 他說我們不要那麼快 含露到日落 我們要快快的聽 慢慢的說 慢慢的動怒 說真的 如果不馬上回應 懂得慢慢來 那些生氣呢 其實會很快就沒有了 是不是呢? 到救命 多伯母